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不用讲最大的新闻就是柯文哲要组台湾民众党 很好笑 有好几个观察的角度 台湾民众党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蒋卫水 蒋卫水是中国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会员 那他当然挺中国 他最崇拜的人是孙中山 曾经一度他跟孙中山见面 那时候孙中山到台湾来 可是因为蒋卫水在台湾 他做了很多活动 日本人那时候统治台湾 所以就去组阁 结果两个人没有碰到便 可是互相通很多信 然后孙中山也给他非常多的纪念品 写了很多信 所以其实蒋卫水 你如果要讲他的政治立场 他是一个统派 他是主张中国统一的 他主张台湾应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是蒋卫水那时候的背景 柯文哲知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柯文哲喜欢弄一些花俏的东西 他花俏的东西年轻人很喜欢 因为年轻人比较涉事卫生 觉得哇阿伯好了不起 什么样 那其实看在我们这种 长期跑政治的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小丑 我想柯文哲就是 类似这样的 大家常听我在批评他 他不是什么大坏人 大坏人都在民进党 跟时代力量那里 但是柯文哲就是 他会弄一些很花俏的东西 然后让他觉得说 好像这个阿伯跟蓝利两党不一样 那你要检视一个人很简单 你看他的政绩 这四年半台北市的政绩在哪里 没有 没有政绩啊 各位你 对不对 你知道他没做什么坏事 现在全世界每个城市都在进步 飞速的进步 你没有进步 你就是输了啦 各位我讲真的 可是他每天可以只说 中央政府不给我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你听的都哑然失效 不是吗 所以我们看 在台湾 政治人物 或者很多民众 他会觉得说 我对这个不满 对那个不满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震荡性很够 像香港也很多人在反送中 然后讲的 台湾百分之九十五的媒体都支持 你看都一遍倒 我这很看不起台湾的媒体 多数是垃圾 你要看得起的媒体就听我的 我不骗你 那我现在都在 平常大概都在东森的评论无双 各位朋友 可以加入评论无双 粉丝团 我讲真的 你听听小总主张嘛 我只问一个简单问题 香港人讲半天 从九七到现在 他们当然对 回归中国的怀抱他不爽 他过去是英国嘛 对不对 那不爽 你只问他一个问题 请问从九七到现在 香港有扫掉什么 你说你真民主真自由 香港过去有民主自由 现在突然没有吗 讲一样 香港连教科书都没有改 还是英国人的教科书 还在 还在我爱女王 女王陛下 你有扫哪一样 你讲 然后就讲 好像 缓送中很不爽 中国大陆对他们怎么样 有怎么样吗 中国大陆有让你扫任何一样吗 所以你过去 你过去可以选特首 现在不能选吗 各位这很简单的问题 我老子讲 这种都是四四而非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媒体 民进党靠强大的媒体 那台湾的媒体 多数都挺立 那在还送中 百分之九十五都挺 就是很莫名其妙 而且很无耻的去挺 没有是非 他们不看警察被打 当警察回首 他们说 你看警察打人 警察 你看用那个枪 那枪是打塑胶弹的 你看用枪打人 哇 大家觉得好像用枪就打死人了 那种都是假新闻 你知道吗 政府在发布是假新闻 我们台湾的媒体写魂中冲 也都是假新闻 因为他不是前面嘛 各位我讲这东西 你到网路上看所有影片 太容易了解真相了 那你如果只看台湾的媒体 那你就被骗了 因为他们都是垃圾 你除非听我的 我敢讲 就这样 所以只问一个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接手了香港 香港有少掉什么 你告诉我 讲一样就好 二三十年来 你只要讲一样就好 说他们国际可以投票 现在不行 国际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不行 有哪一样 国际没有迪士尼 现在有了 迪士尼是 迪士尼是 97以后才有的 当然我讲迪士尼 你可能解释一个小事 就一个游乐场嘛 是 你当然可以这样讲 但是 你在台湾看这一新闻 同样的 你看柯文哲 这些就是可笑 因为我们看多了 而且我们知道 一些掌故 柯文哲以为 大家不认识蒋卫水 前几年也不电影 大道成 把蒋卫水 拍得像一个小丑 这样 因为要轰偷 男主角是诸葛亮 我看了 就哈哈大笑 蒋卫水很早就死了 我先讲柯文哲 他的好笑的地方 柯文哲 他们啊 昨天晚上消息出来 柯文哲是六 今天是8月1号嘛 龙立的7月1号 柯文哲今天早上 慎重开记者会 他讲他为什么要弄 台湾民众党 因为崇拜蒋卫水 蒋卫水 在日记时代 1927年 然后就再成立了 在日本人 统治台湾的时候 就成立了台湾民众党 是台湾第一个民主政党 在日记时代 第一个民主政党 好了不起 对不对 柯文哲是现代蒋卫水啊 蒋卫水 敢做很多大破大力的 柯文哲也敢做 可是柯文哲做出来以后 都没有成果啊 都变成笑柄 柯文哲做出来成为笑柄啊 第一个 柯文哲今天在哪里开记者会 台北市政府 我今天上午 8点多我接到信息说 台北市政府柯文哲10点要宣布 我听了不可自信啊 那是一个公家机构 你能够搞自己的党嘛 各位我讲 我讲 不是吗 马航九过去当过台北市长的时候 马航九只要跟政党有关了 只要跟选举有关了 他绝对不敢在台北市政府台 又会被骂 会被骂 市政府是公家的土地 可以让你从事政党的工作吗 陈水扁时代他也很小心 可是有一次被我抓到 马航九召集民进党 所有台北市长部一堆干部 在市政府一个会议室开会 被我撞见 我没有跟他写 我出来我跟小马讲说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 他说他知道 可是他事情太紧急了 他太紧急了 他只要把这些人找来 大家一起开会 他很清楚啊 他说他知道 不能用市政府的 资源来做政党的事 马航九 很小圈不敢弄啊 马航九开了好几个记者会 甚至跑到凯雁饭店去租会议室来开啊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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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 但他不了解 你这个就叫公私不分 你的政党还没成立 就在占台北市政府 公家的便宜 你知道吗 你只要到外面租一个会议室 用他的冷气 里面来开的 你所用的那些资源 全部是台北市民的 你知道吗 台北市民花钱啊 来让你开你的政党的会 各位我讲这个很公道啊 其实大家都听得懂啊 我觉得柯文哲 他没有警觉性 但是我觉得 你要 你要 你 如果你要成立一个政党 你要知道 党政是要分离的 党不能占 政的便宜 党该有的政务就会给 比如说你的政党 你得了多少票 政府就补贴你 每年多少钱 这个现在很多政党是有的 各位你看 国民党 民进党 亲民党 时代力量 还有新党 新党也有 新党 新党因为他获得百分之 四十几的选票 那只要 我们的选票超过百分之三十 三十五 那你就有了 这是那时候有调整 就是说你要 政府要支持小党 那时候是这样的概念 那新党这个钱 他们是自己没有用 他把全部拿来做公益 那请一个委员会 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这个政党已经这么穷了 政府给你补助款 又不敢用 不敢用是为什么 用了你就会习惯 然后过去 你要经营这党很难 那现在政府有补助款 可能很多人就想来干党主席 这补助款 一年也是好几千万 你知道吗 那好几千万 政府既然有这样的法力 我可以把它拿来用 但是我用来做公益 这个就比较难得 我讲 但是我们各位朋友 柯文哲要组党 第一天开记者会就错了 对不对 然后他要去贴蒋卫水 也很好笑 因为蒋卫水是一个统一的党 台湾民众党是一个统一的党 他最崇拜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是个医生 蒋卫水是个医生 所以他觉得很 自己两个人是 对不对 你就医人还是要医国嘛 当然每个知名的医生 都认为我要医国啊 我要医治国家 那柯文哲跟蒋卫水 同一天生日 所以他也 像我也是一个医生 对不对 他的概念一定是这样来的 医生能不能做好的政治家 孙中山可以 柯文哲可以吗 过去台湾其实也很多医生从政 可是各位记得哪一个人的名字 你不记得吧 没有概念吧 那柯文哲 大家在看他讲什么 他讲他政党要成立的 那些想法 他说政治不然 找回良心 要从政也不然 你要梦忘初衷 这讲都很好听 小董也常常在讲 可是我不从政 因为我听太多人物这样讲 政治的良心是什么 每个人在贪恶 他都认为他自己有良心 别人贪一千万 我才贪九百万 别人一千多条约 我才五十条 我最有良心 你看他一个中士 开车的中士 总统府公布他大概九百条 我是少校 我是中校 我才五十条 你看我良心比他好多了 谁没有良心 看你怎么解释 那是口号 莫忘初衷 说政治 要有良心 从政 要莫忘初衷 他从政时候就准备来贪污了 他没有忘记他的初衷 他的初衷就是要来 要来搞好处的 你以为初衷就是好了吗 不是 很多人初衷就是坏蛋 李登辉 副总统总统 他的初衷就是要搞台独啊 你有本事搞台独 我也佩服你啊 偷偷摸摸 对不对 我有很多台独朋友 大家也知道我反台独 但你用你的本事 自己去扣大你的宣传理念嘛 不要用政武的资言 不要用欺骗嘛 我们也不可能有本事去说服你说 你原来台独因为你认识小董 结果你就变成主张统一 不可能嘛 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影响力 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周遭的 或者比较 内心价值判断比较正确的 那他接受你的想法 接受你的建议 他觉得 其实可能统一对台湾比较好 独立是不好了 全世界没有人会支持台湾的独立 对不对 你如果有各种想法的话 那就是 大家各自凭本事 去扣大你的 科研嘛 我们讲科研当然 你如果是个政党 就扣大你的党的基础嘛 但是 这个是 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啊 但是你看柯文哲 说找回良心 梦忘初衷 然后 哇讲了 大家就觉得 你讲还不是老套 阿伯你讲就是老套嘛 后来就聊到了 说最近实验案很严重 柯文哲说对啊 很气啊 为什么呢 我本来8月6号 我要实破天惊突然嘛 对不对 我突然宣布 哇好震撼哦 结果呢 他说我们办公室 我们台北市政府 市长办公室 中午大家吃便当 结果蔡壁如 蔡壁如是他的爱将 原来办公室主任 后来被骂 现在掉 掉顾问室 就变市政府顾问 然后他就提到说 不对啊 那我们应该 8月6号要成立大会 我们要跟内政部 因为已经申请了嘛 要跟内政部说 我们要召集党员 因为你政党有些活动 要报告主管单位 是内政部嘛 所以蔡壁如下午 就到内政部 递交说 我们8月6号 我们召集党员 要那个啦 宣布成立啦 他已经 他已经 内政部已经登记 他已经可以成立了 就说你哪一天 有个会员大会嘛 党员大会嘛 他就去那边登记了 他说结果晚上 消息就给我传过来 这个政府太没有记忆了 哦 柯文哲很气 这个政府太没有记忆了 我听他大笑 前台湾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最没有记忆的 就是柯文哲政府 柯文哲政府有什么记忆 柯文哲政府过去 组织一个连政委员会 连政委员会找了 二十几个委员 歪七扭八了 我讲真 有个酒驾的 现在每天还在上电视 叫习亲皇 酒驾闹事 看得好笑 现在还在酒 他说他是资深媒体人 小统 我在媒体也很久 然后那时候柯文哲找他当 连政委员 哇 那比监察委员还大 你知道柯文哲五年前的身世不得了 四年半前刚当选 不得了 找二十几个连政委员 哇 每个人 哇 意气风发 要查五大弊案 每天拿一堆资料 这资料拿去喂养一些媒体 柯政府有记忆吗 结果有一次拿给柯 给周一扣爆料 哇 我这个怎么样 有人问周一扣说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呢 这是台北基督委员会 才开会刚有的结果 周一扣说 我在路上捡到的 各位记得吗 柯政府每天在讲别人 他自己都做不到 而且他是变本加厉 非常恶劣的做不到 然后每天说 别人没有基督 真好笑 柯文哲说 哇 这个台湾民众党 你知道台湾民众党的前身是什么 叫台湾文化协会 蒋味水 他们其实不太了解蒋味水 知道这个名字好用 你光看这个名字 你知道味水在哪里吗 味水在陕西 味水在陕西 台北有条味水街 你们知道吗 味水街最有名的 就是台湾啤酒 你到那边 他们有个啤酒盐区 常常办活动 各位不要喝酒 酒不要卖给18岁以下 酒后不开车要记得 待会我讲 为什么我很熟悉 因为我长骑摩托车 从那里见过 他以前就放500的照片 一片墙很大 后来就放蔡依林 然后介绍他们的酒 那过去其实我也采访过 我过去也采访过 那其实你看到了 台湾文化协会 是蒋渭水成立的 后来他跟里面有些人不合 他就出来 成立了台湾民众党 这个党 他其实有一些 照讲日本人是不会让你组织政党 你叫党 你叫文化协会可以吗 你叫党 他为什么同意你这样 其实他里面有个玄机 他知道台湾人 你们这些都是意见领袖 都是士绅 我让你们分类 你知道 你能够把他一搞为二搞为四 你们就会互相攻击 互相残斗 你知道吗 日本人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台湾民众党成立以后 他当然有很多活动 那蒋渭水这一生 他其实有一些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柯文哲绝对不知道 因为他嘴巴很会讲 可是他对于过去那种民主的参与 对于台湾文化 这些东西他不是很懂 他们以前民进党每次都讲 他们最懂 他们对赖和最懂 赖和也是一个医生 一个作家 然后每天讲 他们讲半天讲不懂 对李河罗最懂 每天讲东讲西 我每天听他们在讲那东西 都很好笑 他不了解日记时代这些文人 都是主张统一的 都主张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 不要被日本人统治 因为那是一个外族 这些人是怎么样 他小时候都是读私俗 私俗读汉文 他对中华文化非常仰慕 为什么要被日本人 这种没有文化的人来统治 所有人千篇毅力都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日记时代那些人 那些人每一个 恨日本人恨得要死 真的 我讲这东西 很多人每天在歌颂 讲喂水 柯文哲甚至用他的名字 用他的党来组织一个党 那这他们很多人不晓得 台湾努拉协会后来组织 中间还有一个构成 他们还办了一份报纸 叫台湾民报 你知道吗 现在也有一个医生 办了台湾民报 他叫陈永兴 他是个台独的人 过去是谢唐廷 高雄市长的卫生局长 陈永兴就是前阵子开记者会 代表独派 希望蔡英文不要寻求连任 跟李远哲那些人是呼应的 陈永兴医生 所以蒋卫水 真正做了几件大事 我告诉你 蒋卫水他跟他的同学 杜聪明 他们就成立了台湾文化学会 然后就办了一份报纸 台湾民报 后来分类了 分类以后 他就弄了一个台湾民众党 民众党以后 因为过去孙中山 连俄隆共 所以他又去搞一个 叫台湾工友联盟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共产党找工人出来搞罢工 他是左派你知道吗 那过去孙中山左派 国民党曾经有点左派 蒋介石就清党 但是毕竟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一宗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哇原来他是这样的 柯文哲不晓得自己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我想很多人 因为你知道蒋卫水 号称台湾孙中山 蒋卫水的错号就是台湾孙中山 我们国道第五号要去宜蘭每次塞了半死 对不对 写税嘛 那条就叫蒋卫水高速公路 国道我们跟他起个名字叫蒋卫水高速公路 那我刚也告诉各位朋友了 卫水是在陕西啊 我们叫静卫分明 静河跟卫河一边清一边走 流到一块的时候 清了在这边走 走了在这边 就很清楚叫做静卫分明 静河跟卫河 大家对静河有印象吧 静河有另外一个故事 静河有个龙王被魏征给斩了 魏征斩龙王其实就是斩 静河龙王 小董有一些故事啊 那等一下回来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嘲笑柯文哲 这怎么不是刚刚去看那一家牛肉面的吗 我绕句我说 今天怎么没有人排队 因为我平常演演 然后我就停在前面 他们暂停营业了 不开了 是他们营业到昨天吗 对对对 他昨天人那么多 就这一个礼拜来都很多啦 所以我就 因为我我几乎每天 后常常都会经过嘛 看最近都是11点 就一堆人在排队 就排了四五十个这样 天呐 对 原来是今天休夜 对今天休夜 还好台北好吃牛肉面很多 他们有说为什么不做了吗 我本来要问他 可是这几天我看他忙得要死 因为我上次在灰碟 灰碟有一个朋友 他说中午要去吃什么 你要去哪里 我说我要去骑车 他就跟我走 我说你往这边拐那里 有一个牛肉面 嗯 他就真的跑去吃 第二天跟我说 哇好好吃 什么这么好吃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一家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因为我吃过了 而且我常常在这边 绕来绕去嘛 对 好可惜哦 有一个朋友 有一次他女儿去找工作 刚好约在那个台北医学院附近 他是比较里面 比较靠近六百巷那里 他问我说他想跟阿女儿吃个饭 因为大家都很忙 那里有什么好吃 我说那里有家牛肉面不错 他说有吗 我说有 你等一下 要不然你就Google上去看 我说这家叫做川东 知道人比较少 川东 四川的东部叫川东 川东牛肉面 他是在靠山那里吗 比较靠山 以前那边六百巷 我们叫满庭坊 那是不是我想的那一家 要上去一翠山庄 那里有一家路要上去一翠山庄 那好像不是我想的那里 不 其实我讲 我们现在讲很多东西 不必讲柱子 不必讲很详细 上网就有了 好我们回来咯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今天看到柯文的主党 我想说 当然奇人出奇招 小董虽然嘲笑他 但我不会忽视他的影响力 我讲新闻就这样 我是说这个阿伯他不太了解 整个台湾民众党 当初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 不了解真正的蒋卫水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蒋卫水是一个大中国的主义者 而且他倾向左派 倾向左派就比较接近共产党 所以他最后的阶段是在搞什么 搞工友联盟 工友可不是我们机关的工友 就是说我们把劳工当做朋友 以前讲的不要科技 共产党讲农民跟工人 工人要出来革命 工人是怎么样 工人是无产阶级要专政 就是这样 因为工人是被资方所剥夺的 那时候整个革命的基础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工人是多数 资方吸我们的血赚那么多钱 所以他是对立的 所以共产党到哪里 就把工厂老板抓起来斗争 给工人来斗争 那斗争以后 哇工人节好快乐 好支持共产党 所以很多人就被肃杀 就被杀掉了 那时候就这样 那来到农村 把地主抓出来 给大家斗争 斗争死了以后大家好开心 对不对 村里这个 这个赵太爷 这个王百万 都被斗争死了 好开心 他用这种对立 讲为谁 其实早年是走这种路的 很多人不知道 柯文哲尤其不知道 但我没有忽视柯文哲的忍耐 因为很多人还是崇拜他 虽然他没有什么本事 没有什么能力 但他如果跟郭台元合作 那当然有他力量 他有他力量 那大家想说会怎么合作 我告诉你 柯文哲主党以后 几乎就不会选总统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今天在开记者会 他还在嘲笑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才当 半年多就出来选市长 柯文哲这一任 跟韩国瑜同一天 也当了半年多 他出来选总统 韩国瑜出来选总统 被他笑 柯文哲自己去选人家 到时候就这样 你不是在嘲笑韩国瑜 落跑吗 所以柯文哲会选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他今天在 在他的 要阻挡的记者会这样讲 各位我的观察就这样 各位信不信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讲 那表示柯文哲比较不会选 那比较不会选 他会不会参与这次政治会 他今天讲 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民进党 他没有 他骂共国民党 柯文哲四年半 选 那时候在民进党支持下 当选台北市长 当选台北市长 那一年来 再往前面 那三十年四十年来 柯文哲最痛恨的是国民党 他认为国民党害死他祖父 后来我的朋友黄志贤写了一篇文章 你祖父哪一年死了 你祖父是被228破坏死的 你自己都讲过七个版本 你自己讲七个版本到底哪一个是真 他不敢回嘴 因为每一次都有资料 各位可以打黄志贤 智慧的智慎的智慎 圣贤的弦 然后再打228再打柯文哲 那篇在脸书的文章 你Google雅虎说行就说得出来了 所以柯文哲讲的话 有时候你觉得哇 听得好爽喔 但是他所有讲的东西 他自己都做过啊 因为他对于自己讲过的东西 言语别人嘲笑别人 他都不在意 可是他自己都在做这回事 他的支持者也不在意 各位我讲的就是这样啊 我们政治里面狂的 大家很多事情都不会在意啊 那柯文哲现在 他非常讨厌民进党 今天上午做很大的表白 他骂民进党 是个没有价值的党 说 他对民进党非常有意见 他是个没有价值的党 民进党根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专业 让我们很多政策来实现 科学的专业 医生当然也算科学家 那柯文哲超级不爽 他这次不可能支持民进党 他也不可能挺国民党 因为他也公开嘲笑韩国瑜 你刚当选 你叫选总统 所以表示柯文哲怎么样 表示柯文哲对郭台银有期待 因为他也有讲到了郭台银 他曾经问郭台银一个问题 你这么大的资产你如何好好的很公平来管理这个国家 就你当选总统以后你自己有那么资产在中国大陆 郭台银有没有 有没有那么多资产在中国大陆 有啊鸿海啊 他已经辞掉鸿海董事长了表示说 我要跟那边切割 第二个切割方式怎么样 我的所有财产我会信偷 我根本不会去管理 就是说其实一定是用这个方式处理啦 百分之百 那 柯文哲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做求给郭台银 鼓励郭台银你赶快出来选 你出来选 我帮你联署 那我要壮大我的党 我的党叫台湾民众党 我会提区域的立委 而且提名十名以上的不温期立委 我要把他冲十几席 我十几席冲了以后 国民党跟民党在立法院都不会够办数 哪一个党要够办数 要看我的 我挺国民党 国民党就够办数 我挺民进党 民党就够办数 用意在这里嘛 那我出来这个郭台银 这郭台银国民党一定对他很反感 你党内出钱输了 你还出来险 你纯性要拉下国民党 那郭台银的票会不会拉下国民党 国民党当然有些票会跑去郭台银 民党会不会有票跑去郭台银 也会有 柯文哲的票会不会跑去郭台银 更多 所以郭台银 有没有选的机会 柯文哲既然逐了当 他自己选总统 机会就很少 对不对 因为他不要落跑嘛 他在嘲笑韩国瑜落跑 所以他自己不会落跑 那郭台银选总统 当然他可能想找柯文哲当副所 但是柯文哲不会当 可是双方的默契一定有个条件 郭台银当一届 柯文哲当他竞选总盖事后 国政顾问团 那下一届呢 郭台银就当一届 下一届支持 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中间有空档 柯文哲这一年把台北市长当完 要一年半以后才 总统才选 那这一年半 他是没有资源的 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一个党 他没有资源 没有这个资源 前台湾最有资源的人 当然就叫郭台银 对不对 那郭台银 因为那时候 假设郭台银已经当选总统了 那他提拔柯文哲 柯文哲你台北市长卸任 我让你有更多的中央经验 你来当行政院长 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说得通 柯文哲八连市长都当完 对不对 我讲 那柯文哲 要有一个党 他下来选总统 就比他好选 我讲 这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各位 我讲这东西 没有带任何的政党 我依旧嘲笑柯文哲 但我从来不忽视他的魅力 那郭台银呢 郭台银很多人讲 你都显书了 你又出来显 你对不起国民党 讲话不算话 当然会这样 现在台湾 台湾最不值钱的就是诚信 就是信用 当然因为你不会投郭台银 你可能是支持韩国瑜 你会痛骂郭台银讲话不算话 对不对 那韩国瑜讲话有没有算话 韩国瑜接受馆长晚问 讲自己不会嫌 我的尾酸 我不会溜之大吉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路影片看 不是 我在做一个很公平的论述 不管你爽不爽 小董从来不管你们那些人 垃圾就是垃圾 多数寒粉就是垃圾 我从来不管那些人 因为我本来就瞧不起你们 我走过这条路 旁边有几只蟑螂在那边 太阳那么大流窜来流窜去 我不会在意的 我老实讲 多数寒粉在我来看 就像那些蟑螂没什么两样 因为你们没办法替他加分 但我再做一个公平的论述 韩国瑜接受黄光琴访问 他有没有讲不嫌 有没有讲怎么样怎么样 要做四年有没有 各位可以自己上去看 这东西我们就不要硬拗了 我就挺勾太平常 我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个人 到目前为止都没看过 很多人讲什么幕僚什么 那鬼话 台湾的媒体你就只能相信我 你要相信台湾那些媒体 那可以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最大的笑话是 柯文哲今天宣布组长 你知道周天基隆老大公 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宣布今天开鬼门 人家在开鬼门你在阻挡 阿伯就是阿伯嘛 对不对 他宣布开鬼门你在阻挡 你阻挡 你开了 鬼都出来了 好兄弟都来了 但是哦 我有时候讲这东西 我其实 我就讲给 喜欢听我分析的人讲 因为我讲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嘛 韩国瑜要不要选总统 李嘉佑说 叫他去洗衣服啦 大家忘了吗 现在他通通要选啊 大家讲 小董你在质疑他诚信 没有 我不质疑谁的诚信 因为台湾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有诚信 诚信在 在政治在选举里面不重要 因为民众不在意嘛 你说 郭台湾你没诚信 是啊 你质疑他是韩文 我知道啊 韩国瑜有诚信吗 一样啊 我说都会碰到啦 我说这东西都不重要 你知道吗 柯文哲有诚信吗 柯文哲四年之内盖 两万户的公宅在哪里 他有诚信吗 没有啊 现在是已经四年六个月的在哪里 没有嘛 诚信不重要你知道吗 从李登辉实在就不重要了 李登辉 在第一次 我们的总统明显他可以拿百分之五十四选票 有谁在乎他的诚信 没有人在乎 林洋港那时候跟他嫌疾 林洋港拿出诚信 想说哇 台湾民众很纯朴 大家都喜欢像林洋港这样有诚信 厚道的人 没有 林洋港输了 各位你可以看 台湾 台湾每天都在讲 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要笑死人 不要笑死人 我太懂了 台湾人最大的特性是怎么样 忘恩负义 台湾最大的 特色是什么 恩将仇报 我讲就是这样啊 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是谁 就蒋介石跟蒋金口互职 我告诉你 没有蒋介石没有蒋金口 台湾现在早就变成 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了 这是常识嘛 可是你今天看到蒋介石 杀人魔王 都可恶 都可恶 可恶到哪里 他儿子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 郭敏郎的 主席啊 对不对 那你们有 有因为怀念他 喜欢他 把票投给 郭敏郎吗 没有啊 又是蔡英文在当总统嘛 所以不用来那一套了 我有得讲这东西 我当然我对整个历史 整个新闻事件的脉络 我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只在分析告诉你 郭台铭要参选的激励大增 因为柯文哲不行 柯文哲 柯文哲他不会缺席 他支持郭台铭 就是我刚讲的整个过程 那郭台铭的胜算高不高 就变得很高了 因为有柯文哲当他的国政顾问团 或者竞选总监事 因为柯文哲是政治人物台北市长 我挂谁的竞选总监事是可以的 挂你的主任委员也可以 对不对 政治人物我本来就可以去帮人家助选 那我帮你助选 你也帮我提名的立委助选 然后希望大家票投 台湾民众党 这个党 哪个十几席 我们中华民国立法委员有113席 里面有七一立委73席 各位 等于说全国有73个市长的嫌妻 台北市长的嫌妻 只是比较小 那里面还有34席的不分期立委 你说柯文哲 如果跟沟团一边合起来 他的党哪个十几席容不容易 不然嘛 113 我也不够拿十分之一 对不对 或八分之一我怎么会拿不到呢 各位你想一想看 那其他的党呢 其他党清明党就没有了 清明党现在老宋会讲一句话吗 出来都不敢出来了 对不对 你干几剩五个月你有听到宋主义要嫌吗 没有嘛 以前每一届宋主义都出来 宋主义不出来嫌清明党就没有立委的票了 清明党就下来就泡沫了 各位就这样 简单讲就这样 实在力量呢 实在力量可能还是能冲个几席不分期 七一立委除非民进党让他不然通通漏选 那所以现在临场走 洪志庸全力挺蔡英文 为什么要全力挺他 就是拜托民进党不要在我的嫌棘提名我 提名民进党的人 你提名民进党的人国民党派人选 我们就被边缘化我们就输了 他们想的无悔是这样嘛 各位都很清楚 但是我在讲这嫌棘喔 当然我辽洛指导 我也不用看任何资料啦 各位朋友都很清楚 啊柯文哲 郭台铭 你不要看他们喔 现在不讲话 那台下是会有东西的 台下是有东西的 对不对 你怎么会不晓得 郭台铭碰到柯文哲搞不好说 诶 市长啊 文哲啊 我刚才回国 我在机上跟你带了一条烟欸 怎么样 现在送一条烟多么温馨 多么玩耳啊 不是吗 当然是开玩笑了 但是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政治 的变化 超过你想象吧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旅行 我有吃过那一家 那个川 川东你有吃过 我有吃过 还不错 对啊对啊 知道人比较少 因为他位置比较偏僻一点 很偏 他就是 对准备要上 就是以前台 神学院那里 神学院 那里有神学院 他那边比较越靠山 嗯 台北神学院 大家都很期待今天的夜问 对啊 对啊 我们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 在哪 YouTube 对 他 就是一到五 嗯 对啊 还没说是多长时间吗 他给我的那个是录两个钟多了 对啊 哇 那真的蛮久的 嗯 不一定啊 但有时候时间 一定两个钟头 是怕滴滴 路不 因为我们是一路嘛 哦哦 所以他时间可能就拉长 哦也对 可能是路一个钟头 哦哦 我明天就知道了啦 明天我今天 今天礼拜四 我明天再跟各位讲 晚上看就知道了 我现在永康街那边卖芒果的变好几家 很多家 因为太多外国人 韩国日本人蛮多的 对啊 这夏天吃芒果平时很舒服 对啊 蛮好吃的 好 欢回到 小董真心话 我有时候讲真心话 很多人当然听得不爽 譬如说他如果是韩文 他就不爽 诶 你在节目上 你应该无条件 跪下来 大喊 全力支持韩国瑜才是人 对不对 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他就开始黑你啊 这样是不会有票的啦 我们都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啊 我做到很多 当然挺韩国瑜挺得不以理 那我也非常清楚 那你就努力去挺吧 哦 当然 哦 你要看哦 选举哦 选举哦 选举有时候不是大家想的这样啊 但是 哦 我们点出来了很多东西哦 很多人认为说你就是在唱衰 你是在挑拨离间 你就是在怎么样 我们没有那个大的本事啊 但是别人就是要黑你嘛 黑了以后被告 其实我最近看很多被告的这些韩伦哦 大概已经快五百个了 我看大概都会成立 啊如果下来蔡振鲁下去告的话 上千个大概也都会成立 每一个韩伦都是真的 现在还没有抓到假韩伦 一个都没有哦 现在抓到的韩伦 都是真的 王瑞德告了两百三十六个 每个都是真的 没有一个假的 所以 韩国瑜喊说 后出去人进来高雄花大财 其实没有 其实是 韩伦大破财 因为你太激情了嘛 那人家告你 告你追踪的目的 不是要你被刑事怎么样 告你就是 要民事的求偿 民事求偿天经地义 应该嘛 你嘴巴见你就拿钱来嘛 就这么回事啊 各位我讲的就简单啊 那我如果要去告 我大概也可以告三百个人 我如果出所是 告是绝对成立 我老实讲 因为打官司我的经验非常丰富 我有时候看王瑞德 王瑞德当然以前我们 跑新闻的老朋友 我知道他打算怎么出手 他怎么去帮 那个大学生 那个大学生也告了 告了他快一百个 因为你骂他是妓女 你骂一个女生是妓女 他去告你会不会成立 百分之百成立嘛 他求偿 法官会不会同意 会啊 人家一个大学生二十岁 你政治主张不一样 你就这样骂他 这种一开一庭就判下来了 我告诉你 你在上诉又开一庭就判下来了 不会开第二庭了 因为白纸黑字嘛 很多人不懂我爽 我怎么样 没关系 你赔A多钱 别人A花大财 那就是你的事啊 我讲 但是喔 嫌疾是很激情 有些现实你不能不去面对 柯文哲要参与这场嫌疾 他一定要 他的党一定要支持一个 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是必然的 你看不懂吗 时代力量没有总统候选人 四年前没有 所以他挺蔡英文 民进党就离让他 所以他哪下 超过5%的 不分期立委习次 对不对 他哪下三席的 民进党离让的 七一立委 黄国昌 洪慈庸 林长佐 对不对 他还是有个总统的支持人选 柯文哲现在出来弄 柯文哲自己不选总统 他会有个总统的支持人选 这个总统支持人选 不是国民党不是民进党嘛 所以你不要想你就知道 他一定是锁定 郭台铭嘛 他才会去问郭台铭说 你如果来掌理这个国家 你有这么多的资产 你要怎么处理嘛 这个大家看不懂 还要在那边讲东讲西 不管你怎么讲 我小总讲新闻 我就事实来讲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今天碰到这个情况怎么样 国民党认为自己情势大好 我前两天上评论如霜 他突然问我新北市的嫌情 我就每个期跟他讲 我就这期谁会当险 那个期谁会当险 指名道姓 他想你新北市也那么熟 知道你台北市也很熟 我全国都熟了 我每个期我都去研究 我不骗你 我对嫌几是狂的 对政治色列的就是 我就把所有东西综合起来 研判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大概想怎么样 所以我想的柯文哲的东西 一定比别人还精准 我讲真的 当然你说 你讲的不一定 对 当然了 政治上没有什么是对的 没有百分之百对的 对不对 政治上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对 因为政治人物 他本身的诚信就有问题 每个人都有问题 对不对 你有看到韩国瑜跑去洗衣服吗 没有啊 啊那个都有影片啊 那东西是假的吗 啊柯文哲做了吗 做保证 你不要听他的保证 你只要经过 光复 南路跟中霄东路 看看那个忌惮 你就知道他的保证算什么 他说五大弊案 没有啊 现在一个弊案都没有啦 然后说 忌惮是官商勾结产路 现在都快盖好了 现在大太阳那么大 你走过那边 不觉得大鸡蛋很碍眼吗 闪光闪的 今天有一条新闻出来说 旁边光顾国小学生 师生都被他 被他们那个造的 眼睛都受伤啊 今天还有一条这样的新闻 啊都快盖好了 因为他那外观很大 不喜欢人 拍个空中独作 你看那就像一个马桶盖 喜欢人就说 哎你看 哇台北将来有一个演唱会 对不对 演唱会不必 不必以前都起小鸡蛋 小鸡蛋固然很大 大的不得了 上万人坐在那里不得了了 啊大鸡蛋呢 五万多人啊 你以后什么超级技星 来这边就不必 不必去小鸡蛋 不必跑去南港了 因为这边交通最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当小鸡蛋 大鸡蛋一个演唱会 一个活动结束以后 大家散出来 整个东西都是人潮 整个商机多么活肉 你就想到了龙井 其实这个龙井 三年前四年前就应该发生了 可是因为你选错一个市长嘛 一个饭桶 柯文哲 心里有挂碍 啊这是政商狗杰 这狗兵党怎么样 就把他卡出来 卡到现在 卡到现在 到底要怎么办 他这一次连任 他给蔡英文脸色 在北门 然后提出说 我那个鸡蛋我要怎样 文化部就呛他 柯市长你连鸡蛋到底要不要 到底要盖还是不盖 你自己都 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你的主张在哪里 柯文哲 总算回神讲了一句话 我没有拆他就表示要盖 他在这 原来你的态度是现在你要盖的 你过去怎么讲 缓缓糊糊 没有一个人有诚信的 不要在那边嘲笑 我老实讲 所以我讲 台湾有时候很可悲 柯文哲说 我要用文化来怎么样怎么样 你最没有文化的 笑死人 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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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